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开局两连百 加上季前赛的一胜五负 胡人可以说在赛季初的八场比赛中 整整输掉了七场 对于胡人球迷来讲 似乎唯一的好消息是 季前赛战绩不用被记入常规赛的战绩当中 另外从这几场比赛我们可以看出 除加布里埃尔 克里斯蒂 小皮鹏 斯维德这四位打酱油之外 其余胡人九位球员只有农眉和贝弗利的出场时间 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关于所打位置 在詹姆斯87%出场时间打四号位 13%出场时间打五号位下 那胡人的三号位就出现了真空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微少26%的出场时间打三号位 朗尼沃克32%的出场时间打三号位 瑞安66%的出场时间打三号位 里福斯75%的出场时间打三号位 安德森47%的出场时间打三号位 这里面除瑞安市201风险身材外 其余四人都是不足两米的后卫 后卫向上摇摆打风险 如果不具备很好对抗能力和防守维持的话 那么在身材对比明显吃亏的情况下 很容易被风险打出于取于球 切风险 专确地说切风险防守对胡人影响大不大 在我看来肯定是有影响的 首先随着年龄的增加 近两个赛季詹姆斯更多地在打四号位 而不是三号位 这就导致轮换阵容 甚至常规阵容都是詹梅加三号位的小阵容 身高上的劣势很容易被对手打爆 其次 当今的NBA是一个风险为王的时代 几乎每一支强队都有一个强力风险 如快传伦纳德 热晃巴达勒 南莽杜兰特的 如果胡人想要有所作为 可能会避开快传 也可能会避开76人 但肯定会遇到有强力风险坐镇的球队 那么倒是该怎么办 既然风险防守对胡人有影响 那么应该如何补强呢 在我看来 范德比尔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1到22赛季 在场均25.4分钟下范德比尔特场均6.9分8.4篮板 25分钟下7加8 可以说效率还是不错的 关于数据 值得一提的是防守方面的 数据上 在范德比尔特对位防守下 可以将对方命中率从47.7%压制到44.9% 其中更是可以将对手的三分命中率压制在32.3% 来看几个实力 和詹姆斯对位防守19分7秒下 限制后者18投8中 命中率44.4% 和英格拉姆对位防守14分54秒下 限制后者11投5中 命中率45.5% 和小贾伦捷克逊对位防守14分50秒下 限制后者11投3中 命中率27.3% 范德比尔特身高206 体重97公斤 从身材上来看可以说是标准的风险身材 当然 说范德比尔特是一个好选择出数据 身材因素外 更重要的在于胡人有很大得到的可能性 我们都知道 在近年交易米切尔 戈贝尔两位核心后 军事开启了重建模式 对于重建的球队来说 只要筹码和是任何球员都可以交易 基于此 胡人可以用微少加首轮的方式 交易范德比尔特和康里 范德比尔特还有两年900万的合同 当然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7加8数据下是不错的风险多面手 我的意思是可以打三号位 四号位甚至五号位 康里还有两年4700万的合同 关于康里就说一点 在持球党差占个人进攻比50.3%的情况下 每回合可以得到0.96分 这要优于联盟78.6%的球员 也就是说 这位前熊王可以和农梅打党差 此外 考虑到交易匹配爵士还需出盖一或奥利尼克 当然 对于胡人来说这就要再出个次门或两个 从爵士角度看 重建的情况下微少是否具有很强的集战力不重要 重要的是得到符合重建的筹码 而后者的到期合同和首轮 次轮等筹码显然是符合重建的 也就是说 在能满足爵士需求的情况下 这比潜在的交易非常有望达成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在早些时候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作为未免冠军 勇士在主场以123比128败给了绝金 本场比赛过后 勇士无缘拿到连胜 他们的战绩来到了一胜一府 早早知道了本赛季的收场败仗 面对绝金全队34助攻 三分命中力44.1%的活力冲击下 勇士在这场对攻大战中败下阵来 除了输球之外 勇士一些核心球员的表现也令人担忧 特别是在连续续军的普尔和维金斯之后 勇士想要保障未来多年的战斗力 他们必须要看到年轻球员的成长 其实光是从进攻的角度来看 勇士大部分的球员表现没有太大的问题 库里哄响了34分5篮板4助攻 维金斯拿到了23分 超额完成了任务 克莱的出场时间被限制在了24分钟 他能够以40%的三分命中力命中四季三分 全场拿到16分 表现也算是重规重矩 然而勇士的另一名核心后卫普尔 他在一次迷失了方向 全场比赛 普尔出战了28分钟 他投篮只有5投2中 其中3分球更是2中0 普尔仅仅是拿到了7分 虽然他送出了7次助攻 但他出现的4次失误也很碍眼 整场比赛 普尔的在场正负值是全场最低的 只有可怜的负20 也就是说 在普尔下场的20分钟时间内 勇士整整赢了绝金15分 毫无疑问 普尔这场比赛严重拖了勇士的后腿 其实 普尔在积木战中的表现 就已经足够糟糕了 那场比赛 他出战29分钟 投篮只有15中4的效率 三分也只有9中2的表现 整场比赛 普尔只拿到了12分2篮板7助攻 同时也出现了4次失误 在库里 维金斯 卢尼等人正负值 都在加20以上的情况下 普尔的正负值只有加1 不过 由于胡人糟糕的状态 勇士赢得比较轻松 普尔的表现也就被忽视了 然而本场与绝金的比赛 普尔成了勇士输球的原因之一 他的表现让不少球迷直言 他压根就配不上4年1.4亿美元的合同 其实 在新赛季开始之前 根据勇士随队记者斯莱特的报道 勇士并不打算给普尔提供提前续约合同 他们的计划是让普尔再打一面 看看他本赛季的进步和表现在说 如果普尔在担任第六任的角色时 依旧表现出色且稳定 勇士拥有他的鸟权 他们可以匹配任何球队给他开出的合同 强行将他留下 而普尔的顶薪也就是4年1.4亿 届时勇士再给他合同 也不迟 在没有续约的前提下 一旦普尔表现糟糕 出现动荡 那么届时 普尔的身价一定会下降 这对于勇士来讲 也是个保险 可以用更低的价格留下普尔 这对于他们的薪资结果来说 再好不过 然而 格林的一拳 打乱了勇士的全部计划 为了安抚普尔 他们不得不提前给他顶薪合同 承担足够多的风险 不过 好在勇士留了一手 普尔的合同中 只有1.23亿是受到保障的 其余1700万是奖金 而根据NBA薪资专家马克思的报道 在奖金部分当中 普尔只有500万是可能拿到的出勤奖金 其余1200万 他基本拿不到 也就是说 勇士和普尔的合同 可以被看作是4年1.28亿美元 他只有达到了一定的出勤场数 其勇士在季后赛达到某种目标 他才可以拿到500万的奖金 剩下的1200万 普尔需要入选最佳阵容 入选全明星之类的 这种荣誉 对于在库里和克莱身后打替补的普尔来讲 基本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站在勇士的角度来考虑 看到普尔如今的表现 他们后悔也晚了 合同已经给出去了 勇士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让普尔找回状态 这两场比赛 其实普尔得到的机会已经很多了 由于克莱有出场时间的限制 普尔这两场都获得了接近30分钟的出场时间 一旦克莱的出场时间增加 普尔的赛季场均出场时间 大概率会定格在25分钟左右 想在这个时间内交出稳定且高效的表现 难度不小 说实话 当普尔和勇士 在续约窗口关闭前的最后时刻 达成如此巨额的续约合同 不少球迷的内心没有太多的惊喜 因为在大部分人看来 普尔值不值 还是个有待考察的问题 感谢观看